所以包括我们讲到的 喝可乐 喝各种的苏打水和啤酒 其实里面这些二氧化碳 最后都是以酸水的形式 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而这个酸水 如果不能排出去的话 就被油脂包住 就形成一坨一坨的油 所以我们讲完之后 真的是觉得 喝可乐和喝那种带气的水 的那种伤害 远比喝油要来得大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二氧化碳 进入人体 却可以造成致命伤害 用脂肪将酸液包裹的方法 只能治标 只有尽量多地 将二氧化碳排出体外 才能治本 那么人体又有哪些方法 进行自我减排呢 这个类集里面说肺主皮毛 所以事实上肺是跟我们皮毛 是一同样的功能 而且其实它是同样的功能 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肺 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出来 我们就试着从皮肤把它排出来 对 那么皮肤排出来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是什么呢 是跟肾脏的功能有点像 是从我们的汗血排 那么另外一个就直接从皮肤 也希望把二氧化碳可以丢出来 那个难度比较大 那它在把它 它在透过皮肤丢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把它变成一种 就是跟那个蛋白质的代谢产生的废物 会一起处理 然后脸上就有油 脸上就会有油 这些油脂在头发根部排出了 堵住的时候 就会不让头发就掉了 头发就掉了 它堵住头发 头发就掉了 然后呢 这个油它为什么要出来呢 很重要 就是你排出来的这个氯化碳了 它氯很快就跑掉了 所以你闻到有厕所的味道 对 但是呢 它流下来的那个盐酸呢 会挥发的比较慢 所以皮肤要怎么办 它要排一层油啊 保护着 话说呢 我们讲的这个肥胖 很多人都以为呢 这个肥胖呢 是因为吃的糖太多 吃的油太多 堆在身体形成的 我也一直这样认为 其实啊 完全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正是因为有这样 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因 所以才有种种的去不吃油啊 不得那种减肥的方法 后来你发现有些总是减不掉 而且呢 好像总是跟身体的某些堆积有关 于是呢 王为公教授呢 透过他多年的观察和分析研究之后呢 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 根本不在油脂 也不在这个糖分上 而在于哪里呢 而在于二氧化碳上面 之所以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油的堆积 是因为这个二氧化碳 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 没有被排出来的部分呢 它变成酸水 这个酸水呢 就跟那个淋到那个厕所里面 那个酸一样 它会腐蚀 腐蚀这个磁具 同时呢 也会腐蚀我们的内脏 所以呢 我们身体呢 我们的好朋友 油脂肪呢 就要去把这个二氧化碳 所包含二氧化碳的这种酸水呢 就要包住它 润滑它 然后呢 才能够缠缓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说 甚至肥胖本身 肥胖是我们的朋友 它在不同程度上 肥胖不是 起码是朋友 脂肪在这个事情上来说 脂肪在这个事情上来讲 它提供了保护了 对 提供了保护 为了保护酸水 但是这个脂肪呢 它有一个很麻烦的事 就是你减肥减不掉它 对 你人瘦的皮包骨了 它还是不敢把这个脂肪拿出来用 因为一拿出来用 那酸水跑出来不得了 它有点像是监狱 把坏人关在里头 对 就变成必要之恶 那个 所以你很多人说 我已经都不吃了 怎么肚子还是消不掉 你不吃没有用 而是你要把那个二氧化碳排走